歡迎回到新聞現場 七月十三號起三級警戒 終於是可以為解封了 大家可以到餐廳 還有飯店來內用用餐 而在宜蘭這邊 位在郊西的五星級飯店 早就做好準備了 有業者是老早就下訂了特製的隔板 希望顧客可以吃得更安心 而另外也有業者是把這個自助吧 包裝成超市 每樣餐點都獨立來包裝 而且還推出現撈的海鮮 連德國豬腳都在特價 現場只限定四十五個人 是吸引老饕們強先預約 七月十二號 微解封先帶您到九圍的五星級飯店 好好逛逛 可是這裡怎麼看起來像高級超市 美食應有盡有 甚至還可以現撈泰國蝦 新鮮又美味的海鮮現撈 現煮讓人食指大動 還有多達四百種菜色 現場烹調任挑任選 飯店業者因應疫情長期抗戰 將飯店轉型成五星超市 現場限定四十五人 但人潮卻從沒停過 這個烤雞很便宜 1、9、2、1 可以來買到新吃 比較有特色 會覺得會比較有特色的 除了積極轉型 也有業者選擇加強防疫 期待十三號微解封之後 提供顧客更安心的服務 不只加設隔板 還貼心提供手套 飯店業者為重新開張做準備 而在這之前隔板業者 現因疫情受惠 另外也有飯店業者 除了把店內經典烤鴨餐 做成餐盒 方便民眾外帶 還重新分配內用座位數 將以往的十人座 都改為四人座 維持更適當的社交距離 面對微解封業者各出奇招 有轉型成超市的 也有用隔板設立梅花座的 還有減少座位數保持安全距離 種種苦心 都是為了要迎接回流人潮